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藏美官 歡迎收看今天的十一位設置的訪點新聞 十一位設置中島北港町有一間賣優級食品的店家 讓一名地道安藏無愛的男主 賺店管離開店民不及一分鐘的時間 就只用店管的輸贏背包來掛造 店管不敢輸贏背包就這樣不明金名判斤去 雖然說順身大約是1500元的現金 但是在背包裡面還有很多個人的訪點 所以從這件事的經過和感激去的外面 來報仇網路連輸 來拜託大家到三天領事 中島時間點完因為是在住房來準備中島島 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這名地安全部的男主進入店來探頭探尾 連老中他在上的盤子來跟著 那時候我是在廚房煮飯大概十二點半的時候 然後我就進去一下 然後他就直接騎摩托車進來 然後就這樣繞進來 進來看一下之後 覺得好像沒有人 他就拿了就走出去了 然後就騎摩托車走 這名男主在非常低的時間來 倘其中牌子頭拿走 雖然順序的金錢不是真的 而且當天在北港國中附近的草堆有找到牌子 但是來臉的切本政經不去很麻煩 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錢啊 證件啊 全部都被拿走 還有課本 還有上班的東西 對 那些重要的都拿走了 因為施主很希望找回不去的東西 他除了報警 也將事情的經過還要鑑識農業的內容 報告FB 替請北港人注意這名菜頭 希望大家幫忙來找出嫌患 然後他重重一個男生 然後戴白色的安全帽 然後長袖藍色的衣服 然後牛仔褲黑色鞋子 因為鑑識去那裡非常清楚 警方也經濟施主提供的算數 將專利來對報這名的嫌患 發生這個案子之後 我們本分局馬上指派專人 做本件案件的查處 那也調閱到相關的監視錄影帶 那相關 掌握了相關的人 積極在查氣中 北港町出一面雙客 雙客很多 警方也提前應約的店家 監視財務的保管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在這裡也呼籲各位鄉親 各位民眾 短暫的離開櫃台或是 短暫的離開你放置皮包金錢的處所 希望把你的皮包或金錢 隨時帶走或把它保管好 以免遭蕭小給切走 千萬不要因爲自己方便失去注意 造成無必要的損失 記者歡迎觀察方報導